好 接著我們來談談 印尼的網路工程風潮 我們都知道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 人口將近兩億五千萬人 首都雅加達就住了一千多萬人 因此交通堵塞是個大問題 根據雅加達政府的統計 每天進程的車輛大約有兩千萬台 因此交通堵塞一直是人民的夢魘 長期以來 印尼政府一直呼籲通行組 要多多利用公共交通系統 來減少交通的負擔 但是因為公共交通系統老舊 再加上性暴力事件頻傳 因此民眾還是選擇了自己開車 不過這種開車習慣 最近有了很大的變化 印尼民眾為了響應環境保護 因此掀起了一股汽車貢成的風潮 這樣不僅可以節省交通費用 而且還可以減少交通堵塞和環境污染 實在是一舉數得 26歲的公務員 我們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 而且在其他家裡 我們有很多人 跟其他人一樣 身為印尼雅加達200萬通勤組之一 博瑞薩向來習慣開車上班 不過去年4月在社群網站推特上 發現推廣汽車貢成的社群 從此改變它的通勤生活 在網路提倡搭順風車的社群 2011年12月成立以來 已經累積超過5萬2千名追隨者 人數持續增加中 這位年僅27歲的年輕人 是創辦者之一 標籤的Banger是總統 人們有運動路程 使用自動車 意義是1至2人 雅加達教徒庸色惡名昭彰 人口千萬的大都市 每天開進市區車輛多達2千萬台 根據印尼交通協會報告指出 1997年在雅加達市區開車 平均時速還有30公里 2007年卻只剩一半15公里 更驚人的是 雅加達的汽機車市場 還在持續擴張 平均每天賣出300輛全新轎車 和一些台摩托車 印尼身為東南亞最大經濟體 隨著民眾生活變得後裕 汽機車供量大增 再加上大眾交通系統 過於老舊 維修不善 以及性暴力事件頻傳等 都是民眾選擇 獨自開車勝貿的原因 惡劣的交通 重創雅加達形象 官員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對於網路號召搭順風車的行動 副交通部長蘇珊多納也意識到 這股風潮 但強調並非道路擁擠的 治本之道 確實有影響 但實際上不太大 最大是 更多人移動到公共的公共 第二 更多人移動到公共的公共 搭順風車的概念起源於歐洲 目前在美國和台灣都有團體響應 和陌生人一起攜手節能減碳 享受汽車共乘的一名民眾 以二十到三十五歲的人口居多 因為這群人是社群網站的 重度使用者 許多參與者認為 共乘不但減緩雅加達塞車情況 還能打破都市中冷漠的高牆 讓民眾開始關懷身邊的人